第二个是周四 我们可能会因为离周末更近一步 而感觉有点小激动 或者疯狂 而对于苏联打工人 每周的这一天 意味着他们亲爱的小羊排 大肉肠 红绘牛腩 羊肉抓饭 牛肉红菜汤等 通通通食堂下架 取而代之的是 飞鱼沙拉 炉鱼洞 缩子鱼排 等到血鱼汤漱口 这一天 所有人打的嗝 都是一股鱼形味 是 坊间的确有此传闻 说每周四是苏联的鱼日 以鱼带肉 以应对肉类短缺 首先这么多年 都能每周固定一天只吃鱼 这听起来直觉上就有点像 Fake News 其次苏联缺不缺肉 有多缺 这很难界定 跟同时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可能真的差点意思 但是放在全世界看 也不能算差 不过隔三差五的 也难免有点小偏差 比方说岁总搞吃肉大跃进 为了个指标 一下子把牲畜全涂载光 第二年没得载了 他下台前夕 肉类的供求矛盾 那叫做一个十分突出 再就是小偏差最大的那一次呢 你们家也能猜得到 你看2829年 还是35千克的肉类人均产量 三二年的开始 几乎对半砍 什么原因 没错 这就是初中历史 正为大家选C 送分帖 送分帖 那这些数据呢 当然也不是出帝人凭空怒钻的 我找到了相应的资料 确实如此 甚至一路比不上 1913年的沙鹅你敢信 那么三二年 有个同志灵机一动 又想出了鱼日的点子 这个同志正是咱们的老熟人 上期视频的主角 阿纳斯塔斯米高阳 他的弟弟那会儿还在 鲁克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 学习造飞机 他则负责食品供应 不能让商店里没吃的 他倡议各个公共餐饮场所 每周自选一天 葷菜呢只提供鱼肉 这个倡议也变成了法令 极客推行 很多苏联人看到 食堂门口贴的告示 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可是反对的声量再强 奈何老大赞同呀 米高阳在回忆录中说 老大本人呢 非常喜欢吃鱼 什么品种 什么做法都吃 甚至包括米高阳 之前闻所未闻的生鱼片 老米则觉得生鱼片超级恶心 不就这大蒜食烟 再门一杯白兰地很难入口 老大还在度假用餐的时候 批评鱼烤串的价格太贵 普通人消费不起 因此一直到他离世前 整个苏联没有人敢把 鱼烤串的价格卖到三卢谷以上 在老大的默许下 鱼日稍微执行了那么几年 然后随着肉蛋奶的供给逐渐恢复 强制吃鱼变得没有那么必要 尤其后面爆发二战 更没有人去费劲 去鼓吹吃鱼的好处了 有啥吃啥呗 但时间来到1976年 鱼烤串封了四十多年的鱼日 突然就卷土重来 这回他直指每周周四 按说到了那会儿 苏联算鼎盛时期了 奶酪的产量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肉类的人均消费量会赶上了因果 唯一的瑕疵是这个量比起去年有所下跌 这个跟前一年粮食欠收 导致色料短缺有一定关系 另外据说苏联甲状腺疾病大范围复发 海鱼可以给它们补充点 鱼日的回归 或多或少有健康方面的考量 但最最主要是 现在咱苏联的鱼实在是太多了 不吃怎么办呢 话说第一次鱼日被搁置后 鱼业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停滞 反而开足马力前进 鱼货总产量1930年仅为128万吨 到76年已经突破1000万吨 通过冷藏 冷冻 罐装 腌制 鱼米等专门生产线的加工 市面上的鱼类产品越来越丰富 食堂厨师不停地学新菜谱 家庭主妇们从米羔羊主持出版的书里 学习宰鱼和烹鱼 然后时不时商店里就又出现了一种他们没见过的鱼 随便举几个例子 南极冰雨 无铃 无小刺 切面雪白 肉质弹牙 随便一烤都外脆里嫩 玻璃缩炉 皮和肉都好吃 满是胶质 书里说做鱼洞它绝对是首选 拉脱维亚的西非 苏联人把它做成罐头 拿来直接下酒 或者放到脸巴上当三明治 这味儿 绝了 他们还把做这种鱼罐头产生的残渣废料 磨成酱 美金名曰西非酱 感觉好像不是很侠犯的样子 更吊炸甜的是筋肉香肠 就是字面意思 用筋鱼肉做的香肠 不过这都不足为奇 是不是整点奇奇怪怪的小发明 也算苏联的传统艺能了 但这光说坦克都有能吹风的 好几个头的 混凝土的 顶筒加油的 还有这种带花香液的 是真的造了出来 并经过了好几轮测试 最后被老大叫停 当然这些都不如这颗 这辆 球形坦克 它真的像我们诠释的 理想有多远 坦克就能有多远 话又说回来 筋肉香肠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但这次的鱼日 可没有待两天就走的意思 之后的十几年里 每逢周四 不管是工作单位还是学校食堂 都只能想着法 把鱼做出花来 不然就得吃头素 可是为什么选周四呢 哎呀你终于问了 首先众所周知 苏联是一个有大量 东正教徒的无神论国家 东正教每周三周五都要摘戒 不能吃肉 那周三和周五中间那天 自然是解馋的重要日子 可现在呢 多少有点专恶心他们的意思 或者 你可以选择听另一种说法 说周一大家刚刚回归中作 心情低落 得给他们吃点爱吃的 周二周三离周末上远 缺乏动力也得吃肉 那周五因为马上放假 大家没什么干劲 再不给吃肉 就要撂挑子了 只有定在周四 才能把怨气控制在最小 这两种主流解释 信哪个 您自个儿挑吧 重点是 周四是鱼日 这件事已经在全苏蔓延开来 还成了很多苏联笑话的题材 有一条是这么说的 周四你去大宝剑 都是美人为你服务 有不少人怀念鱼日 那个时候 鱼肉永远比其他肉便宜 更多的人则留下了心里阴影 因为他们没有幸运的生活在莫斯科 华里胡哨的鱼种和菜肴 他们见都没见过 他们那儿的食堂在鱼日 可能只有飞鱼沙拉 飞鱼汤 和油煎飞鱼一条龙 每到周四 很多人宁愿从家里带点香肠 凑合垫吧垫吧 等待周五的曙光